希伯来书3章1章6章 大家都找到了吗 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3章 我们先念一下第1节至第6节 同盟天照的圣洁弟兄啊 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 为大祭祀的耶稣 他为那色理他的尽忠 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一样 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的荣耀 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 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在 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 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 诚然尽忠 会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是 但基督为儿子 治理神的家 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 坚持到底 便是他的家了 阿们 这一部分呢是 摩西 耶稣比摩西更超越呢 就是说 这里呢 也是讲关于忠诚 我们再看一下 希伯来书第五章的七节和八节 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下 基督在肉体的时候 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 恳求那能挽救他免死的主 就因他的城蒙了英语 他虽然为儿子 还是因所受的苦难 学了顺从 阿们 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现在我们向主 每个人 我们每个人都向主 来悔改我们所有的罪 我们希望能有个新的重生 让我们每个人都那种的信心 都能更加靠近主 来到主的面前 愿主的圣灵 一一的来引导着我们 愿我们每个人 都能是主所喜悦的 主的子女 愿每个人都能 因着主的真理和主的话语 都能得到重生 让我们每个人 都能因着主的真理和话语 都能得到 都能明白 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哈利利亚 大家都要打开大家 敞开大家的心门 来听神的话语 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关于中层的秘诀 今天是第六 就是绝对的服从 绝对服从 绝对服从 阿们 就是绝对的服从 就是能去忠诚的 一个秘诀 我们说绝对的服从 因着绝对的服从呢 就是完全的去忠诚于主 并不说 做也可以 不做也可以 就是说 你不做是不行的 你不做的话 你就是一个懒惰的主 你就是一个恶的主 神就 神呢就会 因此的来审判你 阿们 忠诚 如果我们不完全的忠诚主的话 那么就是 叛逆主 叛逆的一个人 我们就是一个反叛者 就是为 反 违反者 就是一个 恶的主的仆人 在圣经上也讲到 又恶又懒惰的仆人 那么 又恶又懒惰的仆人呢 是被 扔在城外 在那里呢 是咬牙切齿 并且在那里呢 是后悔的 所以呢 因此 所以呢 你们如果不忠诚的话 是不能得到主的荣耀 而是不能得到主的称赞的 我们怎么样才能去 更加的忠诚于主 我们每个人都要去 明白 在唱诗 歌当中呢 也有讲到 因为我们 不知道 应该怎么去主 所以呢 我们也能去忠诚 我们不知道主 喜欢的是什么 主喜悦的是什么 主对我们的希望是什么 所以呢 我们只是 一方的 一味的按照我们的意念呢 去试封主 这是不行的 我们要去忠诚 那么怎么样 要去忠诚主呢 忠诚的秘诀 我们今天呢 继续来讲一下 更强的意义呢 就是服从 无论是什么样的事情 无论是什么样的事情 你一定要服从 你必须去做 这也是个忠诚的秘诀 这也是个忠诚的秘诀 那么神 因着神给了他的这个权能 因着神给了他这个国的权能 因着神的这个权能的 神已经与我们许约 要来赐给我们这些祝福 要来赐给我们这些祝福 我们也要去完全的去服从的 并不说是仅仅是顺从 我们要绝对的服从于主 如果你绝对的服从的话 那么就会得到绝对的祝福 你们可以说阿门吗 我们的神并不是说 一味的他是一直要让我们痛苦 来加给我们痛苦的 当然在绝对服从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困难 但是因着我们去服从 因着得到主的认证的时候 不仅仅是现在 而且是在以后 直到永永远远呢 我们都会得到永永远远的祝福 并且是完全的祝福的 现在我们要去顺从于主 服从于主的 我们的主呢 并不说你一味 让我们一味的就说 完全的去服从 并不是说像你的婆婆一样 让你完全的去服从的 因着你的服从 就会给你一个绝对的祝福的 这就是因为神为了来给我们 赐给我们永永远远的祝福 才让我们去绝对服从的 我们的神是希望 我们能有个这样的信心的 大家相信吗 阿门 以前我们 在圣灵救公的时代当中呢 圣灵的果实当中呢 我们也讲过 忠诚 神呢 我在讲这些章节的时候呢 神 来 我在梦中呢 给了我一个启示 我做了一个梦 梦到一个人站在那里 在这里站着一个人 然后在旁边又站着一个人 就说 右边这个人 这个 左边的这个人呢 是国防 这个国家的国防长官 他是 将军 就是 左边这个人呢 是国防部长 然后呢 右边这个人呢 是一个参谋 那么我看到这两个人的关系之后呢 这个参谋总长呢 就对国防 这个部长 在那里呢 下跪 他在 参谋总长呢 在那里 向国防部长 鞠躬 说 你 如果下命令 的话 我会完全的 去服从的 我在祷告 讲关于中程的时候呢 我在梦中就梦见到了这样的一个景象 中程的秘诀是什么呢 中程的秘诀就是 无论是什么 如果你给了我 你下了这个命令 无论是什么样的命令 我一定会绝对服从的 我一定会绝对服从的 在梦中呢 也是看到我这样的景象的 绝对服从 在这里没有任何的理由 没有任何的想法 没有任何的借口 你不要说 我是怎么这么想的 我是怎么这么想的 在这里 没有任何的理由 你要绝对的服从 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 往往呢 容易受试探的人 是什么样的人呢 那就是 神的话语 以及牧师所传的 这个神的话语呢 就是说 与自己的想法 和与自己的意见 有冲突的时候 这样的人 往往会容易受到试探的 就是说 他是不同于 他的想法和 我们神的话语呢 是不同的 意见是不一致的 所以呢 他往往会受到试探 因为他的想法 他的意念 是不能得到认证 所以呢 他是受到了 他是容易受到试探的 就是说 有自我主张的人 自我意识太强的人 一直认为自己是最强大的人 是正确的人 这样的人呢 往往是会容易受到试探的 那么这样的人是不能轻易的说阿门 那么在他的限速过程中呢 会有很多的困难的 如果你这么去做的话 往往会给那乌鬼一个 魔鬼呢 会一个给他们钻控制的 一直是会受到试探的 那么魔鬼一钻这个控制 那又会你的话 你就会受到试探 所以呢 这个参谋总长对国防长官说 无论你下什么命令 我是会绝对的服从的 这也是我们向神的一个态度 神无论是下了什么样的命令 在这里没有为什么 没有任何的理由 是完全的是绝对的服从的 在这里是 就算是与我的意见和与我的想法是有冲突的 那么我们也要去完全的冲突的 当然 有的时候 你的想法可能是更加正确的 但是 在这里你不能说 来主张你的想法 因为 我们不能说出我们的想法 我们要完全的去绝对的服从 大家来念念 上级命令的话呢 下级呢 就要服从的 日本人 你们先用日语来念一下 你们看不清吗 你们是假装看不清吗 不许这么大 你还看不见吗 太大了 而看不见吗 是上面下服 可能有的人是不愿意念这样的一个词语的 因为他们不想去认证这一点 大家再念一念 上面这个词 下克上 用日语是 就是说 下面这个词呢 是上命下服 在我们中国语呢 也是有这样的词语的 上命下服 就是说 上级发的命令 下级呢 一定要去服从的 在日语呢 也是用这个词语的 如果你们不能这么去服从 不能这么去做的话 下级不可能是 向上级发出命令的 如果你下级 做一个下级上 向上级发出命令的话 你就是一个叛逆者 就是下克上 作为上级 你要去 作为上级呢 你要去发命令 向下级发出命令的时候呢 下级呢 要服从的 如果作为下级 你一直要想超越 这个上级 你一直来主张你的意识 你一直来主张你的想法 你不去服从上级的命令的话 那就是下克上 什么这样的人呢 就是一个 叛逆者 反叛者 这样的人呢 在以前战章的时候呢 就会去枪比他们 在这里呢 没有时间再去 裁判 没有时间再去 怎么去做的 如果在战争的时候 战争的这个 情况下呢 如果你下克上的话 那么就会马上 来枪比你的 那么我们的主 最后再来到 这个世上的时候 可能不会再有牧师 一一的来给你们做解释 不会一一的来再给你们讲 这些道德 我的灵 我们的神的灵 与我们的灵 我们的灵呢 要睁开我们的灵眼 我们要睁开我们的灵耳 我们在属灵方面呢 一定要去警醒的 如果你不警醒的话 只能是被留在这个世上的 不要 有的人说 我这周没有时间 我下周再去吧 可能不会再有 下不下周了 那么被留在这个世上的人 他就会 只能是被送到地狱 他只能是 在那里遭受痛苦的 下克上呢 是一个被判逆的一个罪 那么下克上 为什么它是一个判逆的罪呢 因为 他只是主张自己的想法 他不想去服从上级的这个命令 他一直认为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 他一直是主张自己的想法的 他不知道自己是错在哪里 他一直认为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 他只是来注重自己的想法 所以呢 他一直认为是别人的想法是错误的 如果在战争上 如果有这样的想法的话 这样的人呢 会马上被枪毙的 那么这样的人呢 如果你们不知道这些的话 我们 你们也可能是不能明白神的意念的 我今天讲的这些 如果我们明白了的话 你们就大声的说 阿门 你们一定要知道 你们一定要详细的去做记载 记载笔记上 笔记本上 那么你们去 你们记载笔记本上之后呢 你们还要去行动 让你们的心开始去行动 随着随着流逝呢 神的这些话语呢 到底有没有行在你们身上 随着随着流逝呢 都会一一的表现出来的 你们要把这些 神的话语呢 都要表现在你们的身上 因为从 岁月的流逝当中呢 是可以看到 神的话语 到底有没有行在你们的身上 或者人呢 他听了这些话语之后 他没有去记 他没有去行动 那么这样的人呢 就如同没有听到的人一样 在他的身上是没有任何的变化的 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绝对服从 绝对祝福 绝对服从是绝对的祝福 希望得到绝对祝福的人呢 你们要去绝对的服从 如果你们绝对服从的话 我们的神一定会来 绝对的来祝福你们的 我们的神一定会负责任 来祝福我们的 但是如果你没有去绝对的服从的话 那么这样的人呢 我们的神是不会 来对你们负责任的 在这里呢 是没有任何的 疑点的 如果你说啊 神可能也有时候会失误 神有时候可能会在那里打盹吧 那么如果你这么想的话 意思绝对不可能得到完全的 祝福的 刚才我们在西伯来书第三章 第一节是第六节当中 我们刚才也念到过 还有我们刚才在西伯来书第五章七节八节当中 念到的一样 首先我们要去完全的去服从神 按照神的意念去行的时候 所有的一切都在神那里完全的去行 去实践的时候 我们的神才会来完全的给我们祝福的 我们的耶稣 我们的神呢 比如说我们的神并不是因为说 要给你们痛苦 才让我们来跟随着神 耶稣的 我们的神呢 我们耶稣呢 在这里呢 也是来给我们做了一个模范 耶稣呢 也是完全的去顺服神 完全的去服从神的 祂是我们的一个典型的模范 摩西呢 他们全家呢 是完全的去顺从于神的 他们是中从于神的 比如说 如果我们去一个有钱的人家呢 可能在他的家人有保姆 可能有钱的人呢 在他的家里呢 会过个保姆的 如果给钱的话 可能会让他们去做事情 那么现在呢 在韩国还是在日本呢 可能也有很少有这样的人 以前呢 在旧时代呢 都会有主人和奴仆的 都是有保姆 都是有奴仆的 比如说 比如主人说 你今天做什么什么样的事情 你今天要做点烤肉 你今天要准备准备什么样的食物 你要准备什么样的 还有你要洗洗衣服 那么主人这么说的话 那么作为保姆的 就应该那么去做的 但是这个保姆说 哎呀 主任 你的想法错了 我告诉你 应该怎么去做吧 我有这样这样的一个计划 我会按照我的计划去做的 你就不用担心了 你就不用再面临我了 如果作为一个侍奉者 去对主人这么说的话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那么大家想想这样的保姆 他会长工资呢 还是被解雇呢 他是会被解雇的 他会不会被解雇呢 他可能是会被解雇的 在阿拉伯呢 有一个叫种马 种马就是 为了 为了 为了一直持续这个 纯种马的 所以呢 就会有一个很 就会留下一个 流种的这个马 那么让这个马呢 在三天之内呢 是不让他吃任何东西 也不让他喝水 然后过三天之后呢 给他放到一个 有清潮 以及有水的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马呢 就算是不下命令 就说这个三天之内 没有吃 也没有喝的 这个环境 在三天之后呢 在三天之后呢 那就想想 如果这个马三天之内 一直没有吃喝 在三天之后 给他放到一个 有草和有水的地方 会怎么样呢 这样子的各位 你们做过三日心事 祷告吗 那么 这个马 作为纯种的 这个马的种 这个马呢 这个马呢 在三天之后呢 给他放到这个草原当中 然后呢 主人呢 就会吹这个哨子 吹笛子 如果吹笛子的话 这个马就要马上停下来 那么 主人已经吹了笛子 但是这个马还没有停下来的话 那么他就会被 淘汰的 他就会被淘汰 他就不会被留下 作为纯种马的这个 种子的 那么 这个主人 在吹笛子之后 马上可以立即停下来的 这个马 才会被拣选为一个 纯种马的这个种子的 那么不能停下来的这个马呢 是不能被留下来的 他只能会是被淘汰的 在阿拉伯呢 就是用这种方法 来选这个纯种马的这个种子的 这呢 现在呢 他们还是在保留着这样的方法 他们一直是 保存着这样的方法 来保存 他们这个纯种马的这个种子的 这个马呢 大家想想 这个马呢 饿了三天三夜 他们在饿了三天三夜之后呢 也要去 完全的顺从 完全的去服从主 才能被留下来 作为纯种马的这个种子 那么大家想想 我们最深的子女呢 主 这个主人 正在吹笛子 我们要按照这个主 来吹我们笛 吹这个笛子的生意去做的 有没有人会吹 吹笛子呢 再次的各位呢 和我 也是同样的 如果我们的神来向我们吹 吹笛子的时候 我们要马上停下来 说阿门 我们要马上停下来 并且说阿门 无论是什么样的事情 无论是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要说阿门 现在很好吃的东西 现在正在我的面前 如果我吃了的话 我一定会感到饱 但是你 一旦煮的 吹笛子 吹响的话 我们也要马上停下来 并且说阿门的 我们要去 完全的 去绝对的服从的 我们看下 约翰福音第十一章 当然现在可能是 有很多的地方呢 可能有的人 不会得到同意的 但是在主的话语当中 你们就完全的 说阿门的时候 才会得到 祝福的 大家都找到了吗 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的 四十九节和五十节 约翰福音第十二章 四十九和五十节 大家都找到了吗 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因为我们也凭着自己讲 我有拆我来的父 已经给我命令 叫我说什么 讲什么 我也知道 他的命令就是永生 故此 我所讲的话 正是照着父 对我说的 阿门 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 万族之主 他是有权能 有能力的 他的这些能力呢 所以天父神是同样的 神就是耶稣 天父就是耶稣 他也是神 但是耶稣还是被拆迁的 来到这个世上 他并没有主张自己的想法 他没有按照自己的意念和自己的想法去做 他是完全的来服从于神的 他是完全服从于天父的 有的人 比如说 有一个非常优秀的人 但是别人来给你 劝告你来中港的时候 你就会 对他有 反对的想法的 我们一起来说 圣父的神 圣子的神 圣灵的神 他们的权能和 权能和能力呢 是完全相同的 现在呢 还是有很多的人 在说 创造着我们的神 比如说 创造着我们的神的话 那么 他们就会感到 会去顺从 但是一说 耶稣 耶稣神 耶稣之神 圣灵之神 那么有的人就会 不会去相信 那么这呢 其实也是一个 没有信仰的一个表现 我们一起来说 圣父的神 圣子的神 和圣灵的神呢 他们的权能和能力呢 在所有的地方 都是同样的 圣父圣子圣灵呢 都是同样的 那么 这虽然是同样的 耶稣 还是去 绝对的服从了神 没有神的命令 他是没有去做 任何事情的 按照耶稣自己的命令 是没有 自己去决定 做任何的事情的 他是一个 绝对服从神的 一个完全的 一个典型的模范 耶稣一直是去行的 那么耶稣一直行着 绝对的服从 他是受到损失了吗 并没有这样 他仍然是万君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我们的耶稣基督 被钉死在了 这架上 他呢是倒成肉身 来到这个世上的 他是倒成肉身 来到这个世上之后 他遭受到的那个痛苦 他遭受到的那种 流血的痛苦呢 是 非常非常 是难以忍受的痛苦 但是耶稣基督 他就算是被钉死的 石架上的那个时刻开始 他也一直没有后悔 他是一直绝对的 服从神的 主说 耶稣说 如果可以让这个杯离开我 我希望 愿主让这个杯离开我 但是并不是按照我的意念 而且要按照主的意念 就是说 他虽然是不想喝 但是如果是主的意念的话 他是 还是要按照主的意念去做的 虽然当时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虽然他是想主张自己的意念 现在他并不是在演戏 他并不是在在那里 拍电影 就是说 耶稣被钉死在石架上 那个每一个场面 那种疼痛的那个场面呢 是倒成肉身的 来到这个耶稣 来到石架上的耶稣 就是说 与我们的这种疼痛感 是同样的 他当然也是不想 遭受那种痛苦 他不想被钉死在石架上 但是他并没有主张自己的想法 他是按照 他是绝对服从神 他说 如果是按照主的意念 如果这是主的意念的话 我愿意服从于主 他是宣言是完全是绝对服从于神的 绝对服从 他是为了去宣布这个绝对服从呢 他是去一直去担心 在那里哭泣吗 他是不分众业的 在那里哭泣吗 他是不分众业的 在那里 他并不是在那里失望 他并不是在那里一直嚎叫 他是通过自己的绝对的服从 他是希望通过耶稣 通过神 通过自己呢 来表现出神 在科西马尼园当中的 呃 祷告当中呢 为了 哎 能顺利的通过那些所有的痛苦 他在那里是去做了什么呢 在科西马尼园 他也是一直在那里去做祷告的 在那里呢 一直是去做祷告了 是大声的去祷告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路教福音的二十二章 我们看一下路教福音的二十二章 就说 尽我所有 就是说 尽我所有身体的 所有的一切呢 去祷告 就像是我们拧 拧这个麻布一样 就说要把这个 麻布当中的这个水呢 都要使劲的去拧下来 我们的祖呢 耶稣呢 就是在那里呢 是一直去 清除自己做的一切去祷告的 大家想想 这是 麻布 如果我们实践实践灵的话 水都会被挤出来的 那么 祖耶稣呢 在那里呢 就像是您这个麻布一样 在甘蓝山 一直去祷告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路教福音的二十二章的 四十二节和四十三节 四十四十二节说 父啊 你如愿意 就把这杯撤去 然而不要沉浸我的意识 只要藏救你的意识 有一位天使 从天上显现 加添他的力量 耶稣极其伤痛 祷告更加恳切 汉珠如大雪点 滴在地上 阿们 就是这种感觉的 就是说 他是借自己 所有的力量去祷告的 他是为了去玩 他是 一直绝对的服从 是放下自我 他是为了按照 神的意念去行 他是在那里 一直去 忠诚于主的 忠诚于神的 耶稣一直在那里呢 去祷告的 就像是摩西 忠诚于神一样 在这里呢 刚才在圣经上也讲到 比摩西还要忠诚于耶稣 那么耶稣呢 一直是绝对的服从的 在这里呢 虽然有很多很多的例子 但是呢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不能一一的 全部找下来 所以直到耶稣被帝子 在十字架上 那最后一个时刻 他一直希望神的话语呢 一直都能行在这个世上 他所遭受的那种 疼痛和痛苦呢 希望通过那些 所有的一切痛苦呢 希望神的话语呢 都一一的被 实践在这世上的 通过耶稣的 这些所有的行为呢 也都显现出了 神的旨意 不仅仅是在平安的时候 并且在困难当中 困苦当中 在患难当中 在痛苦当中 也要紧紧抓住神的话语 去完全的绝对服从神 按照神的道去行 这才是绝对的服从 当然我们在平安的时候 可能都会去按照 福神的道去做的 但是在患难当中 在痛苦当中 一旦遭受那些 所有的阻碍的时候 有的人就会说 我不能按照神的道去做了 我不能去服从了 我们不要这么去做 我们一起来说 在这里是没有条件 没有理由 我们要绝对服从于神 这才是中等的觉得 这才是一个绝对 能得到绝对祝福的 一个通道的 我们来相信耶稣之后 并不是说 哎呀能不能得到祝福 都没有关系 我们不要这么说 我们要绝对的得到祝福 我们要绝对的服从 我们每个人都要去 完全实践的 那么到底去不去绝对服从 到底去不去忠诚 可能我们的神会试探你们 我们的神会测试你们的 如果没有那个测试到 可能是看不到你的信心的 大家想一想 我们来买西瓜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都敲一敲自己的脑袋 大家想一想 你的脑袋现在是西瓜 可能 声音可能是 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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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磁顿的声音的话 可能是 没有熟的西瓜 但是 声音响亮 清脆的声音的话 那么这样的西瓜呢 肯定是 玩熟的 是 全熟的这个西瓜 大家敲一敲你们的脑袋 是什么样的声音 看看 你们的脑袋 有没有熟 我现在是给大家开个玩笑的 刚才有人在那里打盹 所以呢 我跟大家开了个玩笑 就说 我们要绝对的服从 在这里呢 神会来测试我们的 来 看我们的信心 在创世纪二十二章当中呢 大家呢 回去念一下 创世纪二十二章当中 亚伯拉罕呢 啊 神呢 来测试了亚伯拉罕 你要来献上你的独生子 伊萨 大家想想伊萨 他是什么样的人呢 他是亚伯拉罕在几岁得到的儿子啊 他是在一百岁的时候得到的 他的儿子 神对 神对亚伯拉罕说 你把你的独生子 伊萨 来献给我吧 亚伯拉罕呢 在 在 在亚伯拉罕呢 他是 他还有大儿子 就说 但是呢 亚伯拉罕呢 虽然是由伊斯玛利 这个儿子 但是伊斯玛利呢 是没有得到亚伯拉罕的认证 虽然伊斯玛利呢 是大儿子 但是呢 伊斯玛利呢 没有得到亚伯拉罕的认证 就说 我们的神所认证呢 只有是神与我们所许的 也就是说 神来赐个我们的这个儿子 才会得到认证的 我们能得到神的认证呢 这是因着我们来相信神的那时候 那个时刻开始 才是得到神的认证的 你说 如果我们没有得到神的认证 我们没有去说相信耶稣 我们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之明 没有按照神的道去 没有忠诚于神的话 是 没是不可能得到神的认证的 只有是 忠诚于神去做的时候 才是得到神的认证 才会成为神的之女的 那以上呢 这是神与亚伯拉罕 所许的约而得到的儿子 那么 亚伯拉罕按照神的道去 完全的忠诚于神 完全按照神的道去做的时候 神 对亚伯拉罕说 你把你的独生子 以赛 来 献给我吧 如果亚伯拉罕没有绝对的服从的话 他可能会 一定会拒绝的 亚伯拉罕一定会说 神啊 你 以赛不是你来 赛给我的儿子吗 那是因为我来相信你 所以你才赛给我的这个儿子 他是信心的儿子 这是你来 应允我的这个儿子 我只能来 把他杀死呢 可能他可能会 拿出这个理由 可能他会在神面前说 那是因着我的 信心来得到的儿子 这是因为 你来拥有的儿子 我怎么把他能来献给你呢 你为什么反悔呢 可能亚伯拉罕 会在那里做出抵抗 可能会 把自己的主张 给拿出来 但是 主 与我们 我们现在是主的子女 但是 因为 我们 主与主 就是说神与我们呢 这个关系 能不能得到一个 改 改变呢 就是说 我们的神 永远是我们的神 并不能因为 我们是哪天 有了点贤 变得优秀 就会成为神的 并不是这样的 我们的神 是永远远远的 我们的主 我们是永远远远的 主的子女 那么亚伯拉罕 可能有 亚伯拉罕在那里 可能会说 你怎么 现在反悔呢 以撒不是你给我的儿子吗 你怎么 现在反悔 让我把以撒献给你呢 可能 如果亚伯拉罕 不知道 绝对服从的话 那么亚伯拉罕 可能会在那里 做出抵抗 在那里 女神 做出对抗的 如果我们说 是神的子女的话 那么 我们现在是 神的子女 我们要知道 我们的神 是永远远远的神 我们不可能 这种关系 是不可能反过来的 就算是我们的神 把收回 赐给我们的一切 我们也要说 阿里路亚 我们也不能 去反抗的 在这里 在圣经上当中 约伯呢 也是怎么说的 约伯说 赐给我们的也是神 收回的 也是我们的神 如果你赐给我 我就会感谢主 但是你就算是收回 我也不能有任何 怨言的 这就是我们的信息 阿们 大家一定要明白 这一点 有的人说 这是我祷告得到的 祝福 你为什么 还要收回 有人会在那里 发出怨言的 那是因为我们的神 就会来 这可能是一个 我们的神来测试 你到底有没有 觉得服从的一个 一个测试 约伯呢 那么他在那里患病 失去了一切 那是因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 神允许了这些魔鬼 来刺探他们 来收回他的一切的 那么约伯可能会在那里 说神啊 你不是来赐给我一切吗 你怎么又到一一的 收回呢 但是 那一个 过程呢 所以这个神 测试约伯的一个过程 约伯呢 并没有发出任何 远言的 《创世纪》第一章当中呢 你讲到 神为了来试探 亚伯拉罕 神是为了来试探 亚伯拉罕的 信心 为了让亚伯拉罕 看看亚伯拉罕 到底有没有 绝对的服从 绝对顺从神的信心 可是看他 有没有那个信心的 来测试他 所以呢 通过那个测试 亚伯拉罕是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亚伯拉罕 有没有受到损失呢 没有受到损失 亚伯拉罕是通过了那个测试 并且自尊万代呢 都得到祝福的 如果你们没能通过那个测试的话 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 那些阻碍的 咱们的信仰之后当中 有很多很多的阻碍 那是因为我们没能明白 这个绝对的服从 就算是去山里 我们也要说 阿门去 就算是在深山 云谷 我们的神 如果来让我们去的话 我们就要去 因为神会为我们 开心的道路的 神你们说 要让我们去 亚伯拉罕当中 并不是要在这里说 神啊 你是不是现在有点异常啊 你为什么要让我们 为什么要让我们去 亚伯拉罕 我们会马上淹死的 可能会有的人 会在那里做反抗的 有的人甚至认为 神是 神是在那里 是异常的 异常的 当然 用我们的想法下 如果我们进到 亚伯拉罕里 可能会被流走 可能会淹死的 但是 因着他的信心 进到亚伯拉罕来的时候 亚伯拉罕呢 是被淹死裂开 并且他们没有 被淹死的 我们提起宣教教会的 所有的圣徒们 希望你们也要 有这种信心 神让我们 尽到亚伯拉罕里 我们也就要 尽到这个河里 我们如果按照我们的 信心去做的话 不会被淹死的 不会被流走的 我们的神 就算是让我们 尽到这个亚伯拉罕里 我们也要去尽 我们一定要 我们一定要有 这个信心 我们要做这个 日本宣教 不论是什么呢 我们要去 绝对地服从一生 那么我们 怎么去做的时候呢 我们的神 就会来 为我们开启一条 更宽敞的道路 我们就去宣教教会 往后呢 一定会得到 这样的祝福的 用主的名 也祝愿你们 都能得到 这些祝福 不要不平不满 我们每个人要 绝对地服从 你在那里 不平不满的时间呢 要像刚才 一叔在橄榄山 祷告一样 你们也要去 进你们书里 一起去祷告吧 当然一叔呢 在那里 那也是痛苦的 他在那里呢 也是流着泪 流着这个汗呢 像雪 像雪珠的这个汗呢 去祷告的 那么他一定是 痛苦的 但是他还是在 甘兰塞 及科西玛尼 一直是去祷告 他是兼顾自己的心 他说 并不是按照我的意念 而是按照神的意念 他是这么去祷告的 他是在科西玛尼当中 是这么祷告的 我们一起来说 科西玛尼远的祷告呢 是 让我的想法 去完全 是绝对服从神的 一个祷告 并不是说 我们仅仅是 流着汗 就是说 我们要抵触 我们算上 所有的一切 就算是 殉教 我们也要去做 如果你们能有一个 殉教的信心的话 当然我们不会有任何的 惧怕 如果我们拿着这种 信心绝对服从去 行的话 我们的神会 绝对的 来祝福我们 为我们开启 一条更宽敞的道路的 这是一个得到 绝对 终对的方程式 希望大家都不要忘记这一点 不要说 你已经给了我 这是你给我的姻缘 你给了我这个租 为什么还要收走呢 我做了金氏祷告 我做了 计划祷告 你为什么还要收走 你不要这么去 不贫不满 我们的生意 就会来测试你们 看你们是否 是有绝对服从的 我刚开始来 相信耶稣的时候 和现在我的信心 是不同的 刚开始我求 这个教会的时候呢 我一直去祷告 我刚开始祷告的时候呢 神来应用我的祷告 我去的时候呢 但是神还去收回了一切 那是为了什么 那是为了能让我们去 升级 让我们能得到 更高的一级 那么其实在这里呢 如果有什么阻碍的时候呢 其实这更是 为了让我们去做升级 无论是在哪里 无论是走哪一条道路 我们都要说阿门 我们都要去 绝对的服从 如果我们拥有 这种信心的话 我们的信心 不要在哪里兼顾 就是你们的信心呢 不要在哪里成为固体 要有灵活性 就是说神让我们进到水里 我们要求祈祭 神让我们去这么去做 我们就要去做了 再往后呢 绝对服从这种信心呢 我们是非常必要的 我的人说 牧师 这个是我英语 神来自给了我英语 来让我这么去做 虽然我就愿意这么去做 我不愿意有个改变 那么你就这么去做吧 你就不会得到升级 你就不会有一个 很新的改变了 那么如果你得到升级 如果你有了一个变化的话 得到升级的话 当然你现在得到的祝福 是你得到英语 神来英语 你来赐给你的祝福的 但是牧师一旦会对你们说什么 因为牧师是你的牧者 牧师是来牧养这个羊群的牧者 当然你个人得到这个英语 来得到祝福 当然这是很好的 这是最基本的一切 但是在升级 在上一个阶段呢 有神会通过牧师的嘴 来告诉你们 来命令你们的 在这里呢 如果牧师对你们说 你不要说 这是我得到的英语 牧师你不要管 如果你这么 如果你能通过牧师的嘴 来说出的这个命令 如果你们能去顺从去做的话 这才是一个绝对服从 随着随着流逝呢 这一切呢都是会表现出来的 到底谁的话是完全正确的 大家都能明白吗 我们再看一段呢 就结束了 我们看一下撒末尔级上 我们看一下撒末尔级上 这一点呢都是神学生们 要掌握的这些知识 但是就算不是神学生呢 在我们教会的一般的生徒呢 都要明白这一点的 我们看一下撒末尔级上 这十五章 从撒末尔级上十五章的十七节开始 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撒末尔对扫罗说 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 岂不是被立为 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 耶和华高尼做以色列的王 耶和华 啊我们 大家现在正在找新约吗 撒末尔级上是旧约 大家都找到了吗 撒末尔级上 第十五章 撒末尔级上 第十五章的十七节开始念到 二十三节 大家都找到了吗 我们一起从第十七节开始念一下 撒末尔对扫罗说 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 岂不是被立为 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 耶和华高尼做以色列的王 耶和华差遣你 吩咐你说 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 亚马利人 将他们灭绝禁禁 你为何没有听从 耶和华的命令 急忙落略财物 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呢 撒末尔对扫末尔说 我是在听从了 耶和华的命令 行了耶和华 所差遣我行的路 行了亚马利王 雅加莱 灭尽了亚马利人 百姓却在所当面的 牧中取了最好的牛羊 要在机甲献予 耶和华你的神 咱们说 耶和华喜欢 潘纪和平安纪 其如喜悦 人听从他的话呢 听命 圣于献祭 听从 圣于姑娘的之友 悖逆的罪 与行邪术的罪相符 碗梗的罪 与拜虚神 和偶像的罪相同 你去厌弃耶和华的命令 耶和华也厌弃 宇宙王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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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罗王 我们一说扫罗王 我们就可以想到 他是犯罪的 他是被堕落的王 我们刚看 刚才念的那一段呢 有的人会认为 扫罗他其实做的 并不是完全的错的 因为扫罗 最初的他的旨意呢 是要把更好的来献给神 他并不是完全的 他因为虽然没有 完全的生存一生 但是 有的人说 他是为了把更好的来献给神 你们为什么要说扫罗王呢 但是 这个我们要看一照 神已经命令他说要击打这个亚马里人 就是说要命灭 就是要灭绝一切 无论是什么 因为神已经命令扫罗了 就是说 无论是好的牛羊还是牛肚羊羊还是人呢 就是说 一定要灭绝 但是老扫罗呢 他看那个牛和羊呢 有好的 就是有肥的呢 他就想 他要把这个好的这个牛羊呢 来献给神的 他的心 其实是 不是说 要违背神的 当然有的人会是这么想的 但是 但是在这里呢 我们要明白 完全 服从一身 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一起来说 我们刚才所念的 就说 派虚神呢 和偶像的罪是同样的 扫罗 他是把那个好的留下来 要献给神 他是要想把这个献给 呃 献给神做 叛祭 当然 他做的这个事情 虽然 看似好的 但是 我们的神 还是震怒了 我们一起来说 我自己的那种热情 是与拜偶像是同样的 我自己的意念 就是说 按照我自己所做的这个热情呢 是与 服信神是同样的 我们说信神 是听神 听神的话语 去觉得服从神 这才是我们信神的 最基本的要求 为什么呢 因为 我们的神是完全的神 我们的神是完全 是没有侠借的神 所以呢 如果你们完全相信的话 你们就会完全按照 神的意念去做的 神的命令 就算是有不对的 就算是有不对的 但是 你不要说 我再加上我的想法 会变得更完美的 你不要这么想 因为我们的神 他其实就是完全完美 十全十美的 如果你要加上你的意念的话 你是来 鄙视神 那么 你就会 最后成为一个 违背神的话语的一个结果 就算是在神的命令当中 有一些缺的 你也不要去补充 因为你的这个补充 反而会成为一个 违背神的一个结果 就无论是什么样的命令 我们要完全的来跟随神 按照神的刀去做的时候 这才是真正的 去完全神 如果在这里 加上你的意念 和你的想法的话 就像是拜偶像 是同样的罪的 我们的神是 这样来治理我们 但是有很多的人呢 他们是一直是 无视神的这个命令 所以呢 我们要完全的 来按照神的刀去做的 我们一起来说 我们不要做着做那 补充着补充那 我们要做一个 绝对服从神的 神的子女 在这里 当然所有的一切呢 都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在最后 今天我们所讲的 最后的这个两个部分呢 是非常重要的 就算是 现在得到了神的祝福 但是神让我们 神又拿回去 我们也要去感谢神 无论是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要去 完全的按照神的刀去做 在这里 不要加上我的意念 在这里呢 就算是有一点的缺陷 就算是有的重复 我们也不要去 违判神 因为我们的神 在这里是来测试我们的 我们要通过这个测试 还有呢 我们要不分昼夜的去祷告 要来打碎我们的这个肉体的意念 就像是 因素在橄榄园里 尽一切来祷告一样 我们也要去这么祷告的 我们要放下我们自己的肉体的意念 要按照神的意念去做 今天我们所学的 学习的一切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是千万危险的 也是非常危险的一点 危险千万 在日语上呢 是叫危险千万的 大家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吧 危险的程度呢 是千万的 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意思 是十分危险的意思 我们 中国人是都能马上 都能知道这个意思的 如果我们没有绝对的 服从神的这个信心的话 那么我们的信仰生活呢 会十分危险的 你们可以说阿门吗 怎么现在没有几个人说阿门呢 为什么有的人在这里 不能说阿门 一直觉得抱不平不满呢 我们要成为一个绝对的胜利者 我们要成为一个绝对蒙福的 一个生的子女 那么在这里这个秘诀是什么呢 就是说 不是说 在这里呢 最大的秘诀就是绝对服从 绝对服从才是得到绝对祝福的 这个秘诀 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今天我们所学的这些知识呢 内容呢 大家一定要好好地去记住 到现在为止 我们的信仰生活 如果有一些朦胧和不好的地方 没有不全的地方呢 我们一定要完全去做 好吗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